两位学员跟着老师用椅子做瑜伽操 双手扶着椅背将椅子往前推 借着椅子的支撑将双腿轮流往后抬起 文山区健康服务中心与台湾师范大学以及台湾大学合作 设计出符合高龄者需求的椅子瑜伽课程 借由每周一次每次两小时 共计12周的线上教学课程 让长者即使在家 也可以用随手可得的椅子进行简单的激励运动 那一起的时间呢 那个期间我们脑都不敢去 那文山区健康服务中心就办了一场椅子移家操 那个动作非常的简单 只要一把椅子 那老师呢 他会在线上很用心的教导跟指导 然后呢 那学院的问题老师非常有耐性的解决 那更默性要值得我们说的就是说 就文山中心健康中心把我们上课的流程 我们拍整个影片 拍整个影片 所以我们可以不定时的操作跟运动 那所以其实我们是非常的感恩 那我们根据卫生福利库在110年的死因统计资料里面 我们65岁以上的长者因故伤害死亡原因 跌倒是占第二位 另外呢 我们台北市的卫生区的事故伤害死亡原因呢 我们的跌倒也是占第二位 在2017年呢 我们国民健康署 有做了国民健康的一个访问调查里面 65岁以上长者呢 过去在一年内曾经有跌倒的比率占了15.5% 另外呢65岁以上的一个长者呢 曾经因为跌倒而受伤呢 有8.4% 也就是说我们每6个人呢 长者就可能曾经有一位跌倒过 另外呢 有可能有12个长者 因为就其中有一位因为跌倒而送医院 那长者呢 跌倒呢 严重的话可能有长期卧床 还有死亡的一个风险 所以呢 我们避防跌倒是对于长者健康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呢 为了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长者跌倒的原因 有非常多的一个原因 包含我们的身体精的一个退化 还有我们肌力可能不足 然后平衡感变差等等 所以呢 我们在这边呼吁 我们一定要改善我们自己 增加肌肉的一个耐力 还有我们的一个平衡感的能力 那要如何做呢 那我们要从规律运动 还有摄取足够的营养来做起 台师大林立荣教授指出 已有相关文献证实 瑜伽不仅是适合长者从事的运动 经过9到12周的课程训练 特别是对60到80岁的高龄族群 能够提升肌力 平衡性 移动力 以及下肢的柔软度 那因为以往呢 我们大部分都是以针对肌力训练 来做预防跌倒为主 那这一次我们采用瑜伽 是一个比较全身性 然后而且不止只有肌力的训练 我们还包括平衡感 还有柔软度 等等这几个强化的一个功能的部分 来做一个介入目标 那我们在经过12周的课程 那每一周两次一次20分钟的一个介入频率 我们采用线上课程的方式 然后教导我们的长者在家里 也可以自己做这所谓有关的瑜伽运动 那当然我们在结果的一个发现上 也非常的良好 那因为在所谓的跟跌倒相关的一个指教上 包括他的动静态平衡 还有下肢激励 我们长辈都有显著的一个提升 那当然在一个比较心理层面的 预防害怕跌倒的一个指标上 没有显著差异 那我想未来我们也希望说像这种 可以让长辈带回家 他如果熟悉了 然后知道一些比如说设备的一个安全 然后他自己知道动作一个行驶 那都可以配合着做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在家运动的一个方式 然后提升他的经营 居家以子鱼家操 养鸡房碟有一套 文山健康服务中心目前已着手规划 112年以子鱼家初阶级进阶课程 并且搭配长者营养课题 让长者持出健康 动出活力 而未来也将建立远端线上课程 让长者可以随时上线观看影片 并跟着动起来 预防击小症 延缓衰弱失能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